在2009年,有一天起床,上班 開著燈,看不到東西,就去醫院檢查 醫生說完全看不到東西 有一刻站在窗邊,有想過跳下去解決自己 雖然看不到東西,但仍然留在這個世界 仍然如此頹廢,藏起來就可以解決 那一刻覺得好像有點反省,不如嘗試站起來 我想是一一年尾,一二年頭就開始做跑步 大家都知道一百九十多磅的人 在運動場,我記得是跑不到兩個圈 我就躺在地上,教練的鼓勵 令跑員的協助,慢慢慢慢堅持這個運動 由十公里開始,好像跑半馬,全馬 聽到一些朋友說,一些極地的馬拉松,極地的比賽 我也想嘗試一下這種感受,究竟什麼叫極地的比賽 有機會跑到一些南北極 最長的馬拉松,也是最辛苦的馬拉松 所以在過程中,覺得很冷,很冷,很冷 我就知道,我沒有另一個機會再來這個地方 因為跑南極是我第一個幫慈善機構籌款 我也知道馬會有很多弱勢社群 還有一些有需要的機構 剛剛跑完,就由北京跑回香港 要你自己學會堅持,以及設定目標給自己 其實沒有東西是做不到的 最重要是你對自己做的東西有信心 很多東西都可以做得到 由北京跑回香港五組的組長 所以都是有做領跑的角色 漸漸就做了Gary的領跑員 認識了視像人士之後才知道 原來是很奢侈的一件事 我覺得我們這麼容易就去跑步 她這麼困難,仍然去跑步 這已經是一個生命的示範 就是說有困難有什麼所謂 就繼續向你的目標去 Good girl Hello 什麼都會煮 有時會煮韓麵做牛腩 有時會煮鹹豬手 煎雞翼 蒸魚 蒸肉餅 什麼都會煮 分享倒舌的故事 就像現在一樣 很簡單,我在煮麵 煮完麵有湯,有軟 有東西 我把大湯碗放在這裡 我就懶得 煮熟 鍋子就打算倒下去 誰知一個不可意 倒舌一、兩粒軟 凍凍掉在地上 我就找了很久 都找不到 解決的方法 煮湯麵煮以後 將它放在這裡 然後才倒下去 沒有東西是做不到的 只要你斷去想一些 你自己的英文 想挑戰自己的目標 會遇到困難 遇到一些難題 但只要你是很專心 很足夠的準備 接受這個挑戰 我覺得一定可以完成 我會覺得 其實看不到東西 是給我另外一片天 另外令到我用另一個角度 去看這個世界 天可能拿走你一些東西 但是又給你一些東西 我覺得我看到東西又如何 幾十年了 我不是一樣這樣 但我看不到東西之後 原來我自己也發現不到 原來有這麼多的超能力出現 就是我可以去到不同的地方 幫到任何的人 我希望可以讓多些人知道 其實看不到東西 沒有什麼的 就和大家一樣 只要我心裡清楚 我知道我自己去了哪裡 怎樣去 我覺得我完全沒有一個障礙